五盘 费城联储主席支持加息四次 每股小幅上扬 北京时间两日凌晨 每股周二五盘小幅上扬 市场关注AlphaBiton等知名公司的财报 美国IMS制造业活动指数连续第三个月下降 费城联储主席支持今年加息四次 道指涨30.93点 涨幅为0.09% 报35162.79点 那指涨43.87点 涨幅为0.31% 报14283.75点 标普500指数涨5.64点 涨幅为0.12% 报4521.19点 投资者正在等待更多重要财报 周二公布财报的重要公司包括Alphabet Vipo与允 起义消息面 美国电信集团ATT周二表示 将以430亿美元的价格分拆传媒 同时华纳传媒即将与探索频道正式完成合并 并削减近一半的股息 ATT预计将支付每股1.11美元的股息 低于每股2.08美元 这是ATT此前预测的80至90亿美元区间的低端值 周二经济数据面 美国供应管理协会报告称 1月工厂活动指数降至57.6 会连续第三个月下降 目前为2020年11月以来的最低水平 前月为58.8 该数据高于50表明 制造也仍在扩张 在标普500指数短暂跌入回调区域 即从近期高点下跌10%之后 过去几个交易日内 投资者纷纷逢低买入 过去五个交易日 标普500指数上涨了2.4% 尽管周一美股在科技股推动下反弹 但主要股指仍经历了剧烈波动 整体表现疲软的月份 标普500指数和纳指均路德 自2020年3月以来的最差月度表现 二者分别下跌5.3%和8.9% 标普500指数同时路德 2009年1月以来的再大同期跌幅 蓝筹股道指在1月份下跌了3.3% 进入2022年以来 美股表现暗淡 美联储政策转变 通胀高企以及地缘政治风险等令股指受挫 但投资者在股市下挫后逢低买入 市场出现了起稳回升的迹象 1月美股遭遇抛售的背景 是美联储正准备收紧货币政策 并计划今年多次加息 以抑制近40年来最高水平的通胀 投资者纷纷抛售 对利率上升特别敏感的增长型科技股 费城联储主席帕特里克 哈克周二表示 如果供应链问题等导致通胀上升的因素 没有得到缓解 美联储今年可能会加息4次 并采取更积极的行动 目前 我认为今年4次25个基点的加息是合适的 哈克表示 他说 但这里存在很多风险 包括通胀比预期更差的风险 或者通胀速度比美联储官员预期的更快的风险 随着投资者解读美联储关于其政策转变的信息 美股波动性爆发 上周标普500指数在盘中一度跌入回调区域 经历最近的反弹后 该指数较其近期高点 仍下跌了6.3% 与此同时 以科技股为主的大指 较近期高位下跌了12% 仍处于回调区域 科技公司在1月份的美股抛售潮中 遭受的损失最大 因为利率上升 威胁到他们昂贵的估值 但最近几个交易日这些股票的反弹强劲 投资者似乎认为最近的下跌是逢低进场的机会 尽管如此 许多华尔街策略师都在提醒投资者 牛市中的回调是正常的 据数据 自1950年以来 标普500指数有33次 出现了百分之十几以上的回调 平均回调时间持续了大约5个月 全球股票策略师Chris Highland表示 最近的下跌是正常的市场调整 并不意味着经济衰退或牛市结束 我们仍然相信 今年经济增企业盈利稳健 美联储在缩减货币政策方面 不会过于激进 熟悉股票策略师Marco 克莱能 被车一表示 美联储今年晚些时候预期中的加息 不会终结美股的涨势 并认为技术因素可能放大了 去年年底美联储转向鹰派后股市的跌幅 目前市场普遍预计 美联储今年至少会加息四次 摩根大通预计今年最多会加息五次 数据显示 迄今为止已有172家标准普尔500指数成分公司 公布了财报 其中78.5%的盈利 超出了分析师的预期 Truist首席市场策略师 Tiff Loner在一份报告中表示 我们仍预计今年市场将出现稳健 但更为温和的涨幅 同时出现更为正常的回调 尤其是考虑到货币政策的转变 因为打股价走高 此前瑞杰金融将其列入 科技课股名单 Quandla Sua AdWords Milafone Digital 比特数字等区块链概念股大多走强 艾克森美孚报告 2021财年净利润230亿美元 并宣布启动100亿美元的股票回购计划 ATT宣布将分拆华纳媒体 与WBD合并 四季度净利润好于预期 马德纳公司获得美国FDA 对新冠疫苗CTKVAX的全面批准 MG院线发布四季度财报预期 Parenti Obita走高 昨日该股遭乌托节凯西伍德旗下基金 大幅减持 MicroStrategy公司披露 在去年12月31日至今年1月31日之间 购买了660枚比特币 对价约为2500万美元现金 汽车公布1月交付量数据 理想汪交付12268辆 同比上涨128.1% 小鹏汽车1月交付12922台 连续5个月交付破万